农业用地是指耕地、永久性作物和永久性牧场的土地面积份额 耕地包括粮农组织定义为临时作物土地的土地、割草或牧场的临时草地、市场或菜园下的土地、以及暂时修耕的土地 因转移种植而被遗弃的土地被排除在外 永久性作物下的土地是用长期占用土地的作物种植的土地 每次收获后不需要再种植、如可可、咖啡和橡胶 此类别包括开花灌木、果树、坚果树和葡萄树下的土地 但不包括为木材或木材种植的树木下的土地 永久牧场是牧草使用五年或更长时间的土地 包括天然和栽培作物 下面是世界各国农业用地面积排行榜 暂时修耕至譜不可見 桑林下是 jelly的 iti floor 在我买的时候 okay 这次的问题 以及 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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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